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爱主家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道 香港的传统菜 咸柠檬蒸烏头 肥美的烏头 配上咸中带甘的柠檬 蒸出来鱼肉嫩滑,甘香鲜味 味道真是天衣无缝 十分开胃 我用到烏头一条 有咸柠檬,新鲜柠檬,蒜头,姜,和紫天椒 还有芫荽,葱 这就是做烏头的材料 现在来冲洗鱼 肚里面的血水,黑色的污垢和来座 蒸出来的鱼就不会太腥了 我会洗得很干净 拿出来瓶干水 我把鱼切开边 会摊大面积 鱼会快熟一点 蒸出来会更加嫩滑一点 鱼两边都塗上少少盐 把咸柠檬切片 咸柠檬有依止喉咙痛的功效 再切新鲜柠檬 搅拌均匀 我现在就来自制咸柠檬醬了 剁碎一半的柠檬 加入少少的新鲜柠檬粒 切碎薑和蒜蓉 再加上紫天椒 加入调味料 鸡粉1茶匙 糖2茶匙 还有鱼露1汤匙 油1汤匙 少少胡椒粉辟生味 再加入少少生粉 让鱼身更滑一点 然后拌均匀 把酱汁平均地塗在鱼身上 鱼吸收咸柠檬的鲜味 更加惹味 我再向鱼的表面铺 三块鲜柠檬 和三块咸柠檬 蒸出来更加甘香美味 水滚 把烏头蒸大约12分钟 好 很快就蒸完 揭开盖 很清香的柠檬味道 加上芫荽和葱 然后烧油和 蘸熟油 鱼都要趁热吃 烏头肥味 浸出鱼油 配咸柠檬汁 鲜味无比 5 2 3 3 7 5